这是你入选国家队的第几个年头 这一年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作为一名老队员和新人时候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现在作为场上的就可以说是老队员吧 但是在技术上我觉得对自己还是要求要更高一些 然后从心态上希望自己能够更加成熟 然后在一个问题的时候能够像以前的大队员学习 能够更沉稳一点 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慌张 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寻找一些问题的方法 今年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 今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就是希望自己在队里 把自己的这个角色担当好 然后在自己的技术上希望能够有所提高 然后为这个舞步做更大的贡献 成为新一届中国女排队长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是责任会更大一些 然后责任是说准备说的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落实到 其实在训练生活当中吧 平时的话也会有队友会帮助我 有了他们的帮助 然后我自己希望能够更快地成长起来 能够帮助队伍 然后自己也能做好这一份决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